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从1931年918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 六年间,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建立满洲国 并不停策动华北独立 想趁着中国内乱以达到侵占目的 可1936年,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 促成中国抗日统一战线 让国内各党派放下内部矛盾一致对外 这使得日本人觉得不能再等了 便发动七七卢构桥事变开始了全面清华战争 并扬言三个月内要灭亡中国 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觉得当时的日本人可能有些自大 可如果我们从多方面理智去分析一下 整个的抗日战局 会发现日本人当时的扬言并不是空话 还真没有吹牛 众所周知,日本人清华是预谋已久 这个已久还不是我们所想的几年 它是从甲午战争开始便为清华在做准备了 而且当时中日实力非常悬殊 像清华战争前期 七个中国士兵才能换掉一个日本兵 可见人家为了这场战争准备值充分 反观中国,在近一百年里被帝国主义各种压榨 好不容易换到民国 又有各种军阀混战,党派伶俐 让国家始终处于内耗中 得不到丝毫发展 所以日本人才有底气喊出了那三个月的期限 不过咱们换个角度来看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 打仗不宜拖太久 否则资源接接不上 为什么他后期要去偷袭美国 就是为了能源问题 由此可见,日本人喊出这句话的动机 其实也是想在自己军力 资源最为强盛的时候 来打一场闪电战 一鼓作气拿下中国 那我们委屈一下 从当时日本人的视角来看一看 他们凭什么有这样的底气 当时的日本已经控制了东北 华北和山东 从地形上来看 很轻易就可以拿下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 从华北到中原 一马平川 无险可守 加上当时已经修了铁路 日本人的装甲部队可以以中原为据点 缤纷两路南下 一路只取江南 建制南京 一路取襄阳 拿金香 控制住长江上游之后 就可以顺江而下 控制中下游 这几个重要的战略点达到以后 剩下的地方就可以慢慢的收拾参局 所以日本的这个进攻战略是非常凶险的 江建制作为当时最高领袖又怎么会看不出呢 从中国历史上大型的战争经验来看 统一中原最好的方式就是南向北平推或者北向南平推 所以当时国军部署基本上就是以空间来换时间的方式 想让日本人去走那条最难走的路 就是由东来向西进攻 于是就有了第一场大型会战 松户会战 这也是中日对抗以来 中国第一次主动出击 规模最大 战斗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 为什么要主动出击呢 因为第一 南京要迁都重庆 很多党政军机关搬迁需要时间 第二 需要把敌人战略计划打乱 这场战役双方共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 持续三个月 其中日军投入20亿万人 死伤4万余人 中国军队投入80亿万人 死伤30万人 中国投入的兵力是日本的4倍 但死伤人数却是日本人的7倍 这场仗老蒋是下血本的 中央精锐损失一半以上 从战绩来看 他是惨败的 但他的目的达到了 日本人开始以为 这只是一场小范围战斗 但随着蒋介石疯狂增兵 日本也不得不从本土增兵 本土不够了 就从华北关东军抽调兵力 这样一来 日本想从华北南下的战略意图就被打乱了 老蒋这次也是拿出了自己的乡弟子 让日本三个月亡华的计划彻底失败 与此同时 阎锡山在山西也发起了太原会战 著名的平行关战役便是在此次会战中 这次会战前后打了两个月 中国参战人数18万 伤亡13万 日本参战人数14万 伤亡却不到3万 同样是以失败告终 但同样他也牵着了华北的日军南下 打乱了日军由北向南的进攻计划 见到蒋介石如此不及成本 被打乱计划的日军也是恼羞成怒 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在松河会战以后 日本人看清了蒋介石的作战意图 想把战线由南北夹击改为由东向西 于是日本人便加快华北进军 想让华北和江浙的兵力会合 以达到南北贯通的不敌 蒋介石也是看清了形势 便派了大量兵力驻守两淮重镇徐州 以此阻断日本南北会合 于是徐州会战爆发了 这场战役最为惨烈的便是台二庄战役 为了鼓舞前线将士 蒋介石甚至亲临了台二庄一线指挥 但在日本不断两线增兵的情况下 徐州还是没能保住 更为危险的是 徐州陷落后不久 日军从华北南下就占据了开封 开封被占领后 眼看着整个中原就要沦陷 加上之前的上海南京 整个中国南方就只剩下了一个京香 于是蒋介石命令炸开了花园口的黄河南岸 利用洪水来阻挡住南下的日军 但同时也给黄河中下游的百姓 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也就是此次黄河决地以后 中国南北被天谴阻断 北方基本上都控制在了日本人手里 但主要战场还是放在了南方长江沿线 在日军相继攻陷了武汉 襄阳移昌后 日军资源小国的劣势便体现了出来 1939年的长沙会战 居然打出了大型会战中久违的胜利 并且伤亡比例开始超过中国 虽然长沙最后还是失守 但从战略意义上来讲 长沙一战把日本人兵云部族这一劣势 彻底给打了出来 在抗战的随后几年中 中国也依靠着不屈不挠的精神 把日本人的闪电战拖成了持久战 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如果反观这段历史 很多人会对当时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表示不能理解 当然站在民族气节上来说 这种做法确实窝囊 但打仗不是光有气节 热血就完了的 还要有策略手段 真实军并不想为任何人洗白 只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评价 日本人三个月灭华的口号 听起来就这么一句话 但他们却做了几十年的准备 如果当时从918事件开始 国军就和日本人在正面战场上硬碰硬 你觉得战场的结果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真实军 只讲了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 不妨点赞关注交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宁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 радoras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